十年前太陽花學運 柯文哲跟柯建民 游錫坤等民進黨公職 一起在立法院議場前靜坐 但十年後突破十萬人的青鳥行動 柯文哲不僅為現身立法院 同一天網路更流傳 柯文哲坐在博愛座跟太太搭捷運 面對民眾自發性上街 柯文哲只指是有人動員 這說法也讓不少網友感到氣憤 瘋狂洗版柯文哲臉書 究竟誰能動員十萬人上街 這裡面有八成是年輕人 還有網友嘲諷 有沒有可能是黃國昌動員的 畢竟看看五月二十四 青島東路抗爭現場 還出現這片回頭草專區 有人舉牌聲稱自己是受騙的小草 照片PO上網 更吸引大批網友留言 來給阿公阿嬤報報 小草回頭三年不晚 他其實他對黃國昌的憤怒 那麼他事實上就已經轉移到了柯文哲身上 柯文哲會先受重傷 柯文哲的危機 從多份數據就能看出 本專深量看政治統計 柯文哲直播觀看數 過去十天呈現下滑趨勢 美麗島電子報最新國政民調 不只藍白兩黨負面評價 迅速上升六到七個百分點 民眾黨五月份好感度 更比上個月重挫近百分之五 反感度直線飆升百分之六點六 尤其在三十到三十九歲 太陽花世代的政黨傾向 更是掉了百分之四點五 他不切割黃國昌 他可能就要滅黨 但是他切割了黃國昌 他還是要滅黨 撕掉主力戰將 或黃國昌帶走一部分最強悍的人 柯文哲當初引黃國昌入黨 還大戰一個敵五個 沒想到在這回青鳥行動 黃國昌成為群眾箭靶 讓柯文哲進退兩難 三立新聞 孟國華 黃之莫勒均特報道 藉著混大 黃國昌成為群眾鎮靶